来自新宇乡浊水溪县四部落的学童 在志工的代理协助下 透过科学手作实验 边玩边学习化学与物理的知识应用 主办单位希望借由活动 让偏乡学童在快乐好玩的情形下 喜欢科学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不要害怕物理不要害怕化学 所以我们特别精心设计了很多的实验 结合物理跟化学的一些特别的性质 但是用魔术的方式来呈现 所以小朋友可以在很欢乐的过程中 在变魔术的过程中 了解到物理跟化学的很多基本知识 所以他们在每一关都玩得非常开心 同时也建立了对物理跟对化学的信心 将来接触到这些学科的时候 他们会更开心地去学习 苏打粉跟酸性的醋酸合在一起 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叫做 哦 二雅化碳哦 主办企业用心推广科学教育 并发现到科学加上魔术的沉浸师体验 提升学童学习兴趣 希望精彩的互动课程也带入偏乡 因此与博佑基金会合作 来到新一乡地理村 举办大型科学营活动 那对我们孩子来说是很特别 在今天的所有的活动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一个营会 然后让孩子 很多的孩子觉得很新奇 像化学作用变得像魔术型一样 所以今天对他们来说这个出体验 也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 今天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关卡就是平安降舵 因为他的方法做法很简单 然后学很好做 然后这是我第一次玩第一次做 然后就觉得又很惊讶 因为他可以飞起来 就是不会就是那么快到地板 在信义乡很少能够有大企业 前来举办充满趣味性与生活化的科学手作实验课程 此次难得的活动 让部罗学童边玩边学接触科学 也能够启发学童对科学的学习兴趣 记者社会写信一箱采访报导